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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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在10月23日 舉辦的鎮頭路跑 是南投青商會首度承辦的路跑活動 活動的目的在推展南投觀光 藉由青商會年輕人的力量 使南投的農特產品與觀光 讓更多人看見 希望說藉由路跑 來讓我們在地的 這些農特產品 跟我們的一些觀光業 可以讓更多外面的人知道 我們主要的活動 也就是要推展南投的觀光 藉由青商的一些年輕人的力量 看能不能帶動我們南投的觀光 就是要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南投 南投市的民間鄉 就是比較缺乏一些 比較大型的活動的一個進駐 藉由這次跟縣政府的一個結合 還有一些鄉政市的結合 還有一些南投再提一些產商的結合 看能不能把這個觀光 還有促進地方的產業發展 議員鄭政妍 期盼藉由路跑 加南投13鄉鎮的農特產 打響民生 讓農民大豐收 另外選手沒跑一公里 主辦單位就代捐一元 期盼對社會公益社福能有所注意 這邊的頂頭路跑 用說全館的所創 可以辦到成功 當然是說我們辦多年 像我們的南投館 我們的南投市民間鄉 全南投館13鄉鎮的農產品 把農產品打響亮 讓我們的南投館所有的農民 更大方便 南投壽天宮是文明全台的遜跡陣地 鎮頭文化相當興盛 而這次的鎮頭路跑結合傳統鎮頭、廟宇文化 沿途有三太子、官將手等與選手共跑 在充滿茶香的茶園中 讓跑者體驗不一樣的路跑 我們壽天宮是我們整個台灣 玄天上帝最大間的一間廟 最傳統的一間廟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鎮頭跟廟宇的文化 來凸顯這次的路跑活動 我們這些路跑者 他除了可以感受到 我們三太子跟官將手陪著你一起跑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很多鎮頭的文化會融入在裡面 希望說我們這次的跑者 除了感受不一樣的路跑之外 更可以來跑我們的全北鎮 我們很有名的茶園 還可以傳到我們南投縣 這個不一樣的農特產品 南投市與民間鄉 有許多著名的農特產與特色小吃食物 以及明媚的茶香風光 期盼民眾共襄盛舉 共同參與 不但能提升個人體能 體會田園茶香風光 也能一起做公益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 體能